讲到关于对外援助问题 我想强调 中国向有关国家提供抗疫援助是真诚的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很多国家对我们是以援手 我们至今铭记在心 当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 我们向这些国家用各种方式 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所做这些 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尽早的控制疫情 挽救更多的生命 也使国际社会尽早的恢复正常的秩序 这些做法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 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优秀传统 以此来指责中国 或者说中国高调宣传 或者说中国要争夺领导权 我想这些说法是毫无道理的 是十分狭隘的 当前不少国家还正在开展 抗击疫情的艰苦斗争 我们对此感同身受 愿于国际社会一道 携起手来 共同努力 争取早日战胜疫情 我们将继续尽己所能 为有需要的国家 寄贡支持和援助 推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 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我们将坚持 并用自己的行动表明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起 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